第2234集 路回归原点 对于圣君有能力战胜自己 精灵剑神并不怀疑 连东皇都有隐藏实力 以绝无花甲的实力战胜了自己 威名更在东皇之上的圣君 想必实力更主 就以圣君在极短时间内 屠露无数万圣真灵的悠长气脉 惊人修为 精灵剑神已经要自叹俘虏 甚至相差许多了 圣君说的不错呀 为什么呢 凭什么呢 只凭一战就判断一个人是好是坏 确实太儿戏了 精灵四神都是绝顶高手 在这一刻也是迷惑不已 到底谁说的才是真的呢 到底什么才是真相呢 那么就请阁下明眼 我们要怎么才能看到真相呢 说话的那是精灵族的另外一位王者 力神 是的 圣君你所说的事情 始终是已经过去好久的往事了 我们就算想要查 也查不到 剑神深深的吸了口气 但现在 迫切需要明了的 就是找到眼下问题的关键所在 我们只需要得知事情的真相 其他的不重要 所有事情一定存在一个真相 只要事情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 谁是谁非 一目了然 到底谁更值得信任 逼失自知 而这一点还竟圣君不吝刺教 精灵四神一起行礼 你们终于又将话题转回到正点子上了 圣君板着脸深深长叹 这件事情啊 一切的口舌争绕 尽都理不清便不明 但是有一个枢纽所在 却可通往事情真相之路 可其中干系重大 却要看你们到底敢不敢做了 敢问是什么枢纽 四神一起问道 精灵四神 神情在这一刻都变得格外紧张 话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或者就在下一刻 所有真相就要浮现出来 通往真相的途径呢 共有三个方向 圣君伸出三个手指头 轻轻地说道 有三个方向可供选择 四神精神一阵 是的 这三个方向 其中一个 乃是雪雷寒 另一个则是妖后 妖心儿 圣君微笑着 以挑衅的目光看向四人 果然 四神的脸色都阴沉下来 一时间没有人说话 确实是问题转回到了原点 圣君最初找上精灵族的时候 因精灵女皇 精灵黄印的下落之势 将矛头指向东皇妖后 现在仍是将目标落在这两人身上 这与之前有什么不同呢 或者唯一的不同 只是又更进一步的 迫使精灵一族与东皇妖后正式对敌 眼见精灵四神都没有开口说话 让圣君显得有些失望 我之前对剑神说过了 精灵女皇乃是因为这对肩夫淫妇而陨落 女皇更是雪雷寒亲手杀死 这个是我多方调查所得 四位相信与否 我无法强迫 四位也说了 时代久远任何证据也难考究 但却还有一宗证据 酒落在雪泪寒的身上 精灵黄印 精灵黄印 精灵四神奇奇动容 对于精灵女皇的死以及血仇 精灵族上下自然不愧放过 但始终死者已以为来日可追 但精灵黄印却关系重大 任何一点线索机会都是不容措施的 是的 鬼族的精灵黄印就落在雪雷寒的手中 诸位若是能够在雪雷寒手中找到此印 岂非是最好的证据吗 真相岂非大白 反过来 若雪雷寒手中无此黄印 那便是我替此污蔑 大丈夫立于天地之间 何事不可对人言呢 圣君一派大义凛然 恍若至成君子 圣君如此说了 我们倒也信足了武成 此法确实可行 只是东皇实力高深莫测 难道说和四位联手之力 对付雪雷寒也没有把握吗 纵然四位仍是利有未待 不是有安神阁下可谓助理吗 剑神回想一下自己的一战 此事尚有疑问 纵然我等当真对上东皇 仍是以擒拿为主 但我与其一战 对其实力可说已经了解几分 倘若雪雷寒存心全身而退 那么就算加上暗神 我们一起出手 出尽全力 也未必能留得住啊 更不要说擒祸了 那如果对象是妖后呢 只要有妖后在守 便可令东皇以精灵黄印来换 结果是一样的呀 也不可能的 剑神苦笑一声 妖后与东皇实力至多是只差一线 实力对比大致在伯种之间呢 我们对付不了东皇 对付妖后 结果大致也差不多 更不要说他们身边都有七星互卫 还有天地气允加深 我们断断不可能擒祸其中的任何一个 尤其是 与心白之鱼 鱼情与礼 实在没有面目载着其出手啊 剑神和三位兄弟彼此苦笑一声 说实在的 他们也不想这么说 这么说何意是在示弱呢 但更加不可否认的 却是对于如此明白表示之后 就不再和雪雷寒正面决战 心情竟莫名的轻松了许多 想到那个风度翩翩的东皇 那双似乎是看透苍穹 洞彻人心的眸子 剑神就有一种 不想与他为敌的冲动 确实啊 东皇和妖后 都不可能轻易禽拙的 圣君的眸子 微微地收了一下 若是可以 他真想将这四个精灵 现在就必在掌下 但现在却只有附和着说 因为一旦谈崩了 局势只有对自己更加不利 所幸 我们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最后一个方向 圣君深深吸了口气 脸色沉重严肃 那就是 楚阳 只要有他在手 同样可以逼得东皇 献出精灵黄印 四位对付东皇 妖后没把握 那对上这个后生小辈 总有把握了吧 圣君当然不会告诉精灵四神 楚阳这个小辈的实力 只如匪夷所思 几乎已经可以与东皇 雪泪寒 并驾齐驱 甚至可能已经凌驾于其上了 连对付东皇 妖后都没有把握的精灵四神 又怎么可能对付得了某阎梦呢 事实上 相对于雪泪寒和妖后 圣君现在更想除掉的人 就是楚阳 楚玉座 这个人给圣君造成的压力 竟远远超过了东皇和妖后 他除了本身实力强的离谱之外 还是顾独行 董无伤 谢丹琼 奥邪云等等 所有天兵阁共同的老大 这代表着什么 这意味着什么 不同于精灵们的懵懂 圣君心中可是清清楚楚 这就直接证明了一件事情 只要楚阳愿意 一句话就可以掀起整个九重天阙 前所未有的风云 虽然圣君自己根本不想承认这个事实 可他却不能否认 楚阳已经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 达到了这种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的三个兄弟已经成为了新进天地 而大西天的孤独行 在自己离开之后 无野狂野绝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再加上天兵阁本部所在地妖黄天 还有与妖黄天关系紧密的东黄天 楚阳已经等于是掌握了六方天地的力量 合共六大天地的势力 什么概念 圣君想想都觉得不寒而理 或者可以这么说 楚阳现在所能发挥出的力量 甚至比圣君还要大 还要更加恐怖 而这种恐怖 雪泪汉妖心儿 在这百万年的时间 都没有给圣君造成如此的压力 或者也就只有当年的紫豪 才曾经给圣君这样的压力 但就算当年的紫豪 仍旧不如如今的楚阳 所以楚阳才是圣君心里头最最迫切 想要除掉的人物 排名第一 无可替代 有楚阳在 圣君睡不安稳 时不下咽 如芒刺在背 只要精灵四神或者五神去谋算楚阳 结果无论谁生谁死都不要紧 结果一定是精灵族与天兵阁全面开战 这个结果才是圣君最想要的结果 也是他最乐意见到的结果 楚阳 精灵四神同时吐出这个名字 神色各异 东黄和妖后的那个私生子 剑身皱起了眉头 是的 就是他 这同样是解决这个事情的有效途径之一 只要抓住楚阳 甚至杀死楚阳 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 到那时 只要有楚阳在手 就算只是尸体也无妨的 就可以令东黄妖后就范 精灵黄印的下落 也就及时了然 至于女皇之仇嘛 也自然清清楚楚了 这个千古弥暗 最少也能解开一多半啊 圣君眯着眼睛 淡淡的笑道 楚阳在我们手中 无论生死 都会令东黄妖后 手足无措的 东黄和妖后这些年的安排 就会全部落空 相信没有任何人能够在这样的严重打击之后 还能保持神志清醒 到那时 只要再烧尸手段 就能明了一切了 而这个方向呢 或者就是精灵一族 最后一个能够报仇的机会 也是最后一个崛起的机会 更是最后的一个 行之有效的切入点了 当然 圣君终于说完 缓缓地吐了口气 若是你们还顾忌着与血泪寒星星相惜 顾忌自己鬼的身份 不愿意对一个后背吐手 那我也就不勉强了 毕竟这是你们族群的要事 至于我这边呢 就算没有你们精灵族的帮忙 圣君长神而起 带着冲天的傲气 淡然说道 我还是足在九冲天阙的圣君陛下 这一点 从前没有人能够改变 现在不会 将来更不会有的 剑神等人面面相去 圣君说的话 自然有他的道理 这许多岁月以来 也确实没有人能够动摇他的地位 他或许真的可以不用担心 但是精灵黄印的下落 却关系到精灵一族 以后的生存延续 圣君可以不在乎 自己等人 真的能不在乎吗 第2234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 继续上